好了 现在好了 那么我们现在进行这个接口的操作的话 我们之前因为我们的密码是自己的密码 所以就不方便给大家看 所以就停止了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将我们之前事先写好的代码打开一下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 对吧 那么我们这样的话会快一些 会快一些 行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接口开发的内容确实比较多 那么这里的话主要就是设置你的开发者的账号 没有吧 以及你的自己的密钥 设置好了自己的密钥之后 然后设置你的UID和你的password 设置好了这些之后 然后接下来你需要主要关键的点 就是在于我们的回调的地址的设置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这么做 那么我们设置好了这些基本的这些处理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定义一个函数 这些函数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 因为是别的这些功能 别的这些功能 然后现在的话 我是不是按一下保存键就自动关掉了 这个确实也是 这个电脑确实也是挺厉害的 稍等啊 我现在正在打开 但是打不开 行吧 就等他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太慢了 配置 open 那么刚才呢 我们的这个地方呢 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桌面的新浪点 py对吧 行 那么现在显然这些东西没有进去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打开我们原来的这个吧 open 就是直接在我们这个库里面的这个吧 这个是已经开发完备的 新浪点这个 p27 新浪点py 那么这个这个接口呢 这个接口开发不难啊 主要的点呢 就是我们这些关键的这些东西要设置好 设置好了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使用自己的这个函数呀 那么使用自己的函数的话呢 我们中间的这些可以都可以不要 明白吧 然后关键的点的话呢 就是我们上面的这一部分 因为这些东西的话呢 很多是其他的这些功能 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里的点是要要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这两个函数可以不用 因为是其他的这些功能 然后呢 我们这个点是要要的 为什么呢 接下来其实我们自己要写的部分的关键就是这里 明白吧 我们要写的这些部分呢 关键就这里 比如我们现在要连接这个API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实力化一下 我们自定义的这个微博clint这个函数就OK 那么还会自动的去在里面呢 在这个地方进行连接 在这个地方看见了没 这个地方实力化的时候进行连接 连接了之后呢 关键点在于你需要自己去进行一个 这个访问权限的这个授予 如果你不授予访问权限OK 那么他会出问题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进行到这一步 这里的内容确实太小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获取我们的啊 MID 所谓的MID 可能大家不知道怎么获取 对吧 那么MID的获取方式呢 也是很很轻松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MID呢 就代表了是我们微博的这个ID 那么微博的这个ID 我们怎么获取呢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们点击转发啊 然后呢 你点击失信啊 你看到后面的这个了没 就是这个了没 那么这个呢 就是微博的MID 你看吧 这个就是微博的MID 啊 有的同学可能卡在这个地方 因为微博的MID呢 他找起来确实是比较费劲啊 那么除此之外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连接 首先我们现在呢 在咱们的这边连一下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如何连出来 那么现在是不是告你啊 我们的这些在什么地方 这个认证地址在什么地方 有让你的手动输入 明白吧 那么手动输入是在我们哪里设置的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inpute的这个地方设置的 我们之间在这个稍等啊 我看一下这个手动输入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在inpute的这个地方设置的 inpute的这个地方就是这里看见了没 就是这里 我们也就说我们手动的输入 它的code是什么 现在我们知道的是不是它的这个啊 refer url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url的话呢 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将这个url的话呢 复制到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去查它的code 你看它会自动的跳出它的code出来啊 所以呢 这一步是关键 这个code的话呢 你很难通过这个 去设置 所以的话呢 你必须要将这个code 手动的在这里输一下啊 然后呢 现在输完code之后 你看它现在的话呢 是能够访问的 明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你可以就是 进行相应的这个设置 那么接下来你完成了这一步骤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了clint啊 合着的access token了 那么这里的access token呢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看的接口这里 呃 刚才我们接口应该在其他地方 稍等我们返回来给大家看一下 啊 就是相当于这里的access token 明白吧 也就是说你传餐进去的时候 这里的access token呢 是必不可少的啊 所以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写好这里的啊 access token 因为你只有写好这里的这个access token之后呢 你才能够将我们相应的这些呃东西 能够拿出来 能够拿出来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呃定义相应的这个内容啊 那么定义相应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是查看各个接口 比如待会呢 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常见的这个用户管理的这个接口 那么用户管理的这个接口呢 呃 我们可以就是在这里找一下 那么用户管理的这个接口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一下 那么他肯定是我们的这个管理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用户管理的这个接口之后呢 那么他就会呃好办很多了 他就会好办很多了啊 那么我们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呃 reposter timeline reposter timeline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搜索这个接口啊 我们看一下找得到这个接口没有 呃 这个接口的话呢 是比较难找 对吧 带判断的这个应用reposter timeline 我们可以看找到了一个接口啊 这个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的话呢 就是获取我们的一些用户的微博的这样一条接口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啊 我们使用这些接口的话呢 只能获取授权给你的用户的这些信息 不能获取就是未授权给你的这些用户的信息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作为一个平台去开发的话 是不是 这这个刚才这个授权地址就是对应用户 登录他的微博 然后授权给你啊 如果授权给你了 你可以做 如果没授权给你 那么这样信息是得不到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在讲完微博接口开发之后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一个fantanjs的开发 去获取一些常见的这些别的用户的微博一些信息 没有吧 那么接口开发的话呢 我们可以获取自己的相应的一些信息 或者一些公用的相应的信息 接口开发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吧 那么这个接口的话呢 之前是可以获取其他用户的这些信息的 但是的话呢 后来他经过了一次升级之后就不行了啊 比如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个参数 比如如果我们要使用这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怎么使用呢 他是在status下面的 所以的话呢 而且他的方法是使用什么 使用get 那么我们要调用这个接口的方式呢 是这样的 我们给大家备注一下 在什么地方呢 在咱们这个地方 对吧 调用接口的方式 那么调用接口的方式呢 他是有自己的规律的 调用接口的方式 对吧 首先呢 是我们的这个客户端 对象 然后呢 一点 然后呢 加上你对应的方法 没有吧 到底是get还是post呀 对吧 方法 方法之后呢 你还需要调用他的这个 对应的这些 接口名 那么接口名呢 你可以看得到status 对吧 然后呢 reports timeline 看见了没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这一束线 通通转化为两个下滑线 我们可以给大家说明一下 束线 是转为 两个下滑线 明白吧 然后呢 也就是说我们方法 然后呢 加上我们的这个名称 加上我们接口名 接口目录先 然后呢 目录之后呢 是加上我们的接口名 然后呢 就OK了 那么接口名里面呢 加上一些参数 那么参数的话呢 我们现在为了简写 我们加上一些必须的参数就行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写的是去的这些参数就行 你看这里有一些参数 他是去 明白了吧 有一些参数呢 是Force所以那些去的参数你必须要加上啊 如果Force的参数呢 你可以不加啊 你可以不加 嗯 如果现在的话呢 呃 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下 首先是source 没有吧 source的话呢 我们现在呢 他是呃 我们调用接口的时候的这个唯一的身份啊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下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app key 他说采用author授权的方式的时候不需要使用参数 该参数对吧 然后呢 咱们加上id吧 id呢 需要获取转发微博列表的这个原创微博的这个id 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就是直接来来一下 嗯 那么这个i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就是来一下 现在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clint 啊 然后调用他下面的这个方法呀 那么他下面的是使用get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写上get 使使用咱们的这个get的对吧 使用get的 用了get之后呢 我们是使用咱们的statuses 那么我们直接将它复制过来 没有吧 复制过来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里的呃参数呢 有一个是必须的 你发现了没 我们刚才说了使用author授权的方式的时候呢 他不需要使用第一不需要使用sauce这个参数 但是id这个参数是必须的 没有吧 id这个参数呢 是什么呢 id这个参数就是你微博的这个id啊 所以呢 你要在这里呢 付一个值给他 就是你微博的这个id 那么微博的id呢 你现在拿自己的微博啊 稍等啊 我们的这个微博呢 在主页应该看得到啊 原创微博对吧 是不是这条 如果呢 我们点击转发啊 点击失信 如果是不是就可以得到这个id是什么啊 cf的这个对吧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呃 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cntro s保存一下 呃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不是权限不够 然后他一直就是直接自动退出呀 一点保存就自动退出 我们可以用文本的方式先打开一下 然后在这里写吧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接下来呢 是需要获取他的这个clean 获取他的这个对应的这些方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来一下 刚才的这个笔记大家做好呀 就是我们的这个调用的这个格式啊 那么这个格式的话呢 是这样的 然后加上他的这个嘛 然后呢 这里同样是使用点嘛 对吧 如果呢 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获取 他的一些信息 首先我们要获取他的id是关键啊 id等于什么呢 显然就是我们这条原创微博的这个id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 没有吧 行 那么我们获取了他之后呢 他是不是会返回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付给咱们的result 然后呢 我们可以输出咱们的result print 啊 现在是啊 对吧 rst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对应的这些啊 信息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呃去执行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idle去执行一下 那么我们打开桌面的这个新浪点 py 明白吧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按f5执行一下 嗯 然后我们关键点是要进行这个手动的认证啊 不认真的话呢 他是无法去进行的啊 你看现在呢 他是这些信息 然后呢 他会自动的将他转化成这个code啊 那么这个code呢 就是这里的这个码啊 当然你为了方便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将这个码自动的写进数据库啊 如果有自己的服务器的话 那这里就是你自己的地址嘛 你将他自动的写进数据库 写进数据库里面呢 那么你就可以进行相应的这个操作了啊 现在呢 正在这个获取啊 获取了之后呢 就可以获得这条微博相关的这个信息了啊 那么这条微博相关的信息呢 呃 没有什么信息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其他的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这个接口呢 它是能调用的 它是能调用的 但是的话呢 这个微博的话呢 没有多少信息 没有转发信息 对吧 你可以看现在的话呢 它是获取它的这个转发的相应的这个信息 这里只是自己转自己的这个不算对吧 所以说它没有相应的转发的信息 毕竟这个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用的不是太多啊 我们这个 叫什么呢 我们这个 东西用的不是太多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其他的接口 呃 我们这个微博用的不是太多 所以粉丝也不是太多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些相应的这些接口 这里呢 显然是status下面的接口 那么我们可以同样啊 在这下面去找它相应的接口 用户相关的这些接口啊 呃 那么用户相关的接口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有哪个接口是用户相关的 这个user timeline 嗯 那么这个接口呢 是获取用户最新发表的微博的相应的信息 对吧 行 那么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获取这个啊 那么这里的呃 可以看不到 它也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目的就是获取user timeline 嗯 那么user timeline呢 那么我们可以呃 写在这里 现在是保存不了 我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写 在这里写 他也是使用get的方式的吧 对吧 所以你这些现在调用的就是get 之后呢 就是调用它下面的这个 status 啊 然后呢 你可以 它里面应该不用参数吧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付给这个啊 st 然后直接输出啊 然后呢 现在你在这边直接执行一下就ok 如果你不放心 你也可以加上这个字段 无所谓的 也就是说这些字段呢 你是可以也可以加 也可以不加 对吧 如果你加的话呢 你这里要写的是什么呢 你这里写的 就应该是咱们的 这个app key app key呢 其实上面我们其实已经指定过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再来一下 嗯 就这个地方嘛 那么咱们的这个app key呢 就是这个地方嘛 所以呢 我们可以就是将它拿过来 嗯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执行一下 那么执行一下的话呢 我们需要cansion open 打开桌面的这个 f5直接一下 行 现在同样需要你授权 没有吧 如果你要获取我这个用户发表的所有的信息 哎 也是通过这种接口就可以获取得到啊 假如你这个某某一个用户他授权了你 然后呢 他自己的微博也比较多 你完全可以一下子通过接口 就获取他所有的这些信息 获取了这些信息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进行相应的这个数据的这个分析了呀 所以说接口的方式的话呢 他有一个地方好球是非常快速度非常快 咱们爬充的速度呢 没有他这么快 对吧 你看我们现在这些信息呢 都有了 你看吧 那么这些呢 他是有你可编码 发现了没 这有你可有你可编码的话呢 我们其实也很好去解决 你看啊 我们假如就解决这个有你可编码吧 对吧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U去解决 那么U的话呢 我看一下啊 这个U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直接通过这种方式去解决 二中不是这么 稍等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能不能直接通过这个U这个函数 去解决了 呃 现在这里的话呢 肯定是有你可编码 如果放在排水三下呢 直接呃直接使用咱们的U就可以进行了 但在这里的话呢 我好像看看到他这个不能解析出来对吧 那这不用紧 那么这些的话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什么呢 都是我们的相应的这个内容 微博的这个内容 所以呢 你要获取这些微博的内容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 通过接口的方式呢 可以一下子就获取出来了啊 那么关键点呢 就是你需要熟悉这些相应的这些接口 然后呢 使用的方式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使用方式 难点的话呢 都给大家解决了啊 那么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那话又说回来 我们重新提点一下难点 那么难点的话呢 app key 在这里的参数要设置好 然后呢 这里的callback 你需要设置好 设置好了之后 然后在你的应用这里 也需要设置一下你的callback 明白吧 设置一下你的这个回调的这个路径啊 那么设置好了这些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你必须要进行这个手动的输入 就这一块 发现了没 你必须要通通过print呢 输出你当前的这个网址 输出你当前的这个网址之后呢 然后会让你等待输入啊 让你等待输入 那么你就自动的去执行一下 手动的去执行一下 然后呢 得到这些这个扣的 然后呢 把它放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他就会有这个扣的 然后继续传递下去 就进行相应的这个书写了 然后还有一些关键的点呢 在这里啊 关键的部分在这里 就是我们这些接口的调用方式啊 那么参数里面有什么这个 大家如果学过编程应该不算难啊 关键是这个接口怎么下去调用 那么它的调用格式呢 就像我们刚才所写的这样 就首先是方法名 对吧 是到底是get还是post 然后接下来呢 再是我们的目录 然后再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啊 对应的这个接口的名称啊 然后里面加上我们对应的参数 就能够进行相应的调取了 行 那么接口的这个讲解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啊 那么接口的部分呢 它的难点其实也挺多 但关键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啊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们通过接口 比如我就可以获取我这个用户啊 我这个现在如果微博非常多 发的非常多的话 我是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获取获取出 我所发的所有的微博呢 好 那么接口的方式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使用PhantomJS的方式 来获取我们的这些数据 比如我现在要搜索佟丽亚回应 所有的微博 或者搜索前几条微博 那你那么你是不是应该获取 这里面的微博呀 那么之前我们说过了 这里面的微博呢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在圆码中是没有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获取呢 我们可以使用PhantomJS去获取 比如你看 现在在这里面 你是找不到任何查询的 也就是说它是通过一些JS去加载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去加载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通过PhantomJS 自动的去触发这些JS 那么关键点就下 这个下一小节 我们就会给大家讲解 如何使用PhantomJS呢 去爬我们的这些微博 比如我待会就爬同利亚的 就爬同利亚的相应的微博 行 那么咱们先休息十几分钟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 今天的课的话呢会有点多的啊 那么我们讲完PhantomJS之后呢 那么我们还会讲这个叫什么呢 就是这个文本分析方面的这个内容啊 文本分析的话呢 关键是要将这些值转化为这些数字的形式啊 行 那么我们这个这一个小节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下面一小节呢 我们就会使用咱们的Python3去做了啊 这一小节的话呢 我们就讲这个Python2 那么Python2的话呢 它尤尤尤其是这个老电脑 用起来也不太顺手 对吧 然后下节课呢 咱们讲这个Python3啊 行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先停止一下直播 但愿上面的这些内容没有问题啊